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投资的增幅都创出了年内的最低 与此同时 货币政策正在持续发力 中国人民行周二进行的MF和逆回购利率 都超预期下调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 经济复苏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而央行公开市场利率的调象 又是否释放了稳地产的强有力信号呢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 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 我们特别请到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连平先生带来详细的点评和分析 在今天的经济数据发布会上 国家统计局的发言人表示 国内需求仍显不足 经济恢复向好的基础仍带加固 但相关部门正在谋划实施储备政策 下半年的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运行 我们来看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按年增长3.7% 增幅比6月份放缓0.7个百分点 41个大类行业之中 有23个行业的增加值保持按年增长 当中黑色金属演练和压延加工业 以及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增幅 都超过一成 按产品来看 虽然汽车整体产量下降了3.8% 但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接近两成半 7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按年增长2.5% 增幅比6月份放缓0.6个百分点 并创年内最低 商品零售增幅只有1% 但餐饮收入仍然增长超过一成半 首期一个月 全国网上零售总额按年增长12.5% 当中食物商品网上零售增长一成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6.4% 首期个月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按年增长3.4% 增幅同样创年内最低 国家统计局指出 7月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 但国内需求仍显不足 经济恢复向好 基础仍带加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指出 7月份的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增幅放缓 是阅读之间的一个正常波动 另外统计局表示 从8月开始暂停公布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失业率 认为有关青年人的年龄认定和统计标准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指 部分指标出现下滑 是阅读之间的正常波动 不过国内需求仍显不足 经济恢复向好基础仍带加固 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是总体平稳 转型升级 扎实推进 随着经济内生动力的增强 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大 经济有望 持续恢复向好 在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 1到7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8.5% 降幅进一步扩大 也是今年以来的最低点 而近期龙头房企碧桂园出现债务风险 也再度影响市场预期 对此 傅林辉认为这些问题是阶段性的 随着政策调整 房企风险有望逐步化解 部分房企经营上遇到一定的困难 特别是一些龙头房企 债务风险有所暴露 影响市场预期 但要看到这些问题是阶段性 随着市场调整机制逐步发挥作用 房地产政策市场的政策的调整优化 房企的风险有望逐步得到化解 在旧月方面 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 较上月上升了0.1个百分点 同时 统计局表示 从本月起已暂停公布青年人 等分年龄段的失业率 认为有关青年人的年龄认定 以及统计标准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毕业前寻找工作的学生 是否应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 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再比如 随着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 青年人在校学习的时间增加 那么在劳动力调查统计当中 对于青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 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针对这些情况 国家统计局将深入研究 进一步完善劳动力调查统计 更好反映就业情况 黄黄卫视人强文会有韵 北京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时隔两个月 再次下调了政策利率 分别调降公开市场逆回购 和常备借贷便利SF的利率 10个基点 而中期借贷便利MF的利率 则下调了15个基点 市场预期下周发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第二 江福将会和MF来看起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表示 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开展了4010亿元的 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F操作 利率比7月份下调15个基点到2.5厘 人行同时在公开市场 进行2040亿元的 7天期逆回购操作 中标利率则下调10个基点到1.8厘 扣除到期量 单任镜头放1990亿元 随后人行在午后宣布 常备借贷便利SF跟进降息 幅度与逆回购一致为10个基点 人行官网显示 自8月15号起执行的SLF 隔夜7天期以及一个月品种 利率全线下调10个基点 分析人士表示 央行出重权加码降息 意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同时抑制资金空转 而MLF降息后 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跟进已无悬念 且5年以上品种降幅有望更大 此外 内地媒体引述消息称 人行计划大力支持消费金融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发行金融债券 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预计首批八家公司 金融债券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近期发行规模在500亿元人民币左右 后续还将支持更多公司发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相关的话题 我们马上请教 在上海中心大厦 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 连平先生 连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 连先生 我们今天非常关心 惊天出炉的 这个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其实不管是工业投资还是消费 其实都是低过市场预期的 当中的这个消费的增速 是只有2.5% 这个是去年12月份以来的一个低位 当然统计区还公布了 另外一个数据叫服务零售额 也就是说1到7月份的同比增速 是达到了20.3% 也就是说相关的像餐饮 旅游 住宿 文娱等等方面 这些服务性的消费的 复苏的态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您觉得这个实际的消费需求 现在是不是真的已经出现了 改善的势头了 长期以来 我们国家有关消费的统计 主要是统计的是商品 就绝大部分是商品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其实服务消费 在经济运行中间 它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规模也越来越大 在整个消费中间的占的比重 也在不断地上升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面 如果说将这一部分的消费 服务消费剔除在外 显然是没有很好地反映出 整个消费运行的总体的概冒 因此这一次所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觉得确实应该说是 对于消费整个的一个更好的描述 能够清晰地认识整个消费的发展 是有帮助的 不过也不会因为说服务方面的消费 最近运行状况比较好 就整个消费状况就有了改善 其实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反映了就是在消费中间 某一个部分的结构上来看 是有了改善 但是商品消费总的来说确实是比较疲弱 但是两者平均下来 我们认为它对GDP的影响 应该会比我们所看到的数据 来得更好一些 未来的消费要持续得到改善 我认为可能其他几个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就业状况 比如说收入状况 还有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影响到消费的很多领域 包括装潢 家具 纺织品 甚至于是汽车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如果说房地产销售能够起来 房地产状况整个市场 处于一个很好的恢复状态的话 我想它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来带动消费增长 除了消费之外 其实我们从今天公布的工业 还有固头的数据来看 其实现在经济的内生的动力 还是比较疲弱的 一方面我们从7月份的 进出口数据来看 其实海外的这些主要贸易伙伴 他们的需求在放缓 当然内需方面 您刚才也说到了 房地产的开发投资 其实按年的跌幅还是有所扩大 那民营的房企持续出现的 最近这些债务危机 也是使得市场担忧 楼市对于整体经济 可能会带来一个更大的拖累 当然也有一些好转的迹象 比如说近期我们看到 各地已经开始优化楼市的政策 那对民营企业的扶持也正在加码 所以对于三季度的经济前景 你有什么样的预判 从民营经济这块来说 国家非常重视 在之前已经定了调 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 还有的政策 可能还在陆续推出的过程中间 伴随着这些政策的落地 当然对于改善民营经济的运行状况 推动经济增长 改变市场预期等等各方面 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过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从房地产来说 7月24号政治局会议上面 特别清晰地强调了 对房地产市场 在国民经济中间的重要的地位 以及相关政策应该调整 完善的这些政策的判断和要求 因此在这个之后 我们看到一些城市已经开始 持续地推出一些松动的政策 但是我们认为 房地产市场 之前所推行的一些松动的政策 它正在落地 影响市场的过程中间 但恐怕是难以一措而就 那么未来 其实房地产市场还有相当大的 调整的政策的空间 因为很多地方 包括一些重要的城市 一线和二线的这些城市 都存在在需求意志方面 政策依然偏紧的这种状况 最近也有一些城市 已经在陆续地推出 包括还有像二套房的首付比例 在某些城市还要达到五成 甚至于六成七成的还有 那么这种状况 事实上反映了 就是有些政策 对于抑制房地产需求的 这个方面继续存在的话 对于整个市场的运行 显然是不利的 所以我想可能接下来 这方面的政策 会进一步地调整完善 其实实质上 也就是进一步地来松动 让市场的需求 经过一个阶段之后 能够很好的反映出来 那么对于三季度的经济运行 我觉得可能它是全年 整个四个季度中间 增速偏低的一个季度 因为一个是我们看到 这个大面积的水灾 对经济 对生产 运行 交易 各方面都有负面的影响 那么另外呢 这个包括房地产的政策的推出 进一步地扩大 它所产生的影响 对民营经济一系列 支持政策产生的影响 都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所以三季度很可能是 政策比较密集地 推出的一个过程 包括还有宏观政策方面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都在进一步地向前推进 所以四季度的状况 可能会比三季度来的 真正有所改善 好 在我们在金融的政策方面 我们看到人行 今天是迅速行动了 在公开市场操作当中 是超预期地下调了这个利率 当中这个MF的利率 是下调了15个基点 所以现在市场都在预期 基本上马上要公布的 这个LPR的利率 基本上跟随下调 是没有悬念了 我们知道这个LPR利率 其实尤其是五年期 以上的LPR利率 它是一个防贷的 一个基准的指标 所以您觉得这个上面 它会不会有一个 超预期的一个下调呢 那除了这一些之外 现在在央行的政策工具 当中呢 还有哪些工具 是可以拿出来使用的 这次这个利率的调整呢 也可以说是在预料之中 我倒并不觉得 它有多大的这个预期之外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报告中 都已经提到 相关的这个政策 都有可能会出台 那么尤其是目前 各种数据都不太好 因此呢 货币政策进一步向松调整 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具体来说 首先是它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改善市场的预期 就告诉市场 当需要的时候 我的政策会推出 会继续的推进 会继续加大力度 告诉市场 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信号 这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 就是通过利率水平的 进一步的下降 来推进存量房贷利率的下调 因为我们知道 存量房贷利率不是政策利率 中央银行从法律上来讲 它没有这个权利 去直接进行调整 但是它可以通过 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导致市场的利率水平 进一步的下降 来这个推动 存量的房贷利率的下行 那么这块如果说 真的能够做到 一定程度的下行的话 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改善 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那么货币政策 主要是三个工具的 这个实施的方向 一个是总量工具 第二个是结构性的工具 第三是价格性的工具 我认为接下来 这三方面都还有空间 比如说准备金率 总量工具 它还有下调的空间 比如说从结构上来讲 目前已经推出一些债贷款 来支持一些薄弱环节 国家重点的环节 接下来还可能还会 进一步的针对性的实施 那么另外价格的政策 来说的话 应该说相对比较谨慎 这个在政治局会议上面 提到了总量工具 提到了结构工具 但是并没有提价格性的工具 但事实上 我们看到最近一个阶段以来 也正在推进 当然它要考虑内外平衡 利率和汇率之间 要保持一个平衡的关系 更有利于经济的运行 好的 非常感谢连平先生 在上海现场的点评 谢谢 再来关注到的是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 内地多个城市准备在近日 调整优化房地产的限购政策 报道指福州 厦门 成都和沈阳等多个城市 计划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下限 在限购取消之后 当地的首套和二套房的首付比例 可以进一步的降到20%到30% 报道指出 措施有望激活刚性 和改善性租房的需求 提升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度 后续可能还会有 其他的优化政策出台 下期回来要带您关注 各地股市的收盘表现 稍后见 欢迎回到凤凰财经日报 亚太区的股市今天走势分化 日本和台湾股市跟随隔夜美股走强 但内地7月份的经济数据 不及预期拖累了A股和港股 双双回调 香港股市今天延续跌势 内地7月份宏观数据不及预期 影响市场气氛 拖累恒生指数低开174点后震荡下行 盘中最多下跌259点 下市18500点水平 尾段跌幅略微收窄 中场维持近200点的跌幅 创超过一个月的收盘新低 恒指收盘报18581点 下跌192点 跌幅1.03% 主板成交819亿港元 蓝筹股普遍走低 汽车 科技 公用 金融等板块多数下挫 不过受到债务重组消息的提振 出现流动性危机的内房股 B桂元从低位反弹超过1% 另外中资电信股也逆势走强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均小幅收涨 内地护身股市 今天也延续回调态势 三大指数集体高开后震荡走弱 不过午后市况回暖 大盘探底回升 从各板块来看 医药及SPD概念股再度走强 开开实业连续第三天涨停 券商等金融股在午后反弹 并带动护纸一度翻红 而光伏及半导体等赛道股 则陷入调整 AI概念板块也集体走弱 护纸收报3176点 跌幅0.07% 深层指收报10679点 跌幅0.7% 创业板指数跌0.74% 科创50指数跌1.4% 粮食成交缩量至7000亿元水平 每项资金净卖出98亿元 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减仓 亚台区其他股市普遍向好 韩国股市今天假期休市 日本和台湾股市均小富收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市场观望即将公布的 美国零售数据 欧洲股市目前普遍下跌 除了意大利假期休市之外 英国 德国 以及法国股市的跌幅 都超过了1% 至于隔夜美股市震荡向好 当中科技股表现领先 道琼斯工业指数早盘下跌 超过100点之后反复回稳 中场是微升了不足0.1% 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升 标普500指数也上升了0.58% 而反映科技股表现的 纳斯达克指数是大涨了1.05% 俄罗斯央行宣布 大幅加息350个基点 来控制正在持续下跌的卢布会价 俄罗斯央行周二召开紧急会议 宣布将基准利率大幅上调 350个基点至12% 以缓解汇率贬值的压力 央行在声明中表示 通胀压力不断增加 加息的目的是限制价格并稳定风险 此前受到欧美国家制裁 以及军费开支飙升的影响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的汇价 在周一是跌破了101关口 央行召开紧急会议的举措 拉动了汇价从逼近102的水平 回升到了97附近 人民银行周二下调政策利率 加上7月份宏观数据不及预期 对人民币的汇率构成了下行压力 人民币对美元的急机会价 创出了9个半月的新低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出乎市场意料 下调政策利率 加上最新经济数据不及预期 加剧市场对于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 避险情绪升温 拉动美元指数 维持在103水平的6周高位附近波动 人民币对美元汇价持续承压 中间价周二报7.1768 以上日下跌82几点 继续创下超过一个月新低 但仍然高于市场预期 现实监管层持续维稳 对美元及机价开盘急跌至7.28水平 之后国有大行提供美元流动性 离岸和在岸汇价都快速收窄跌幅 但午后继续震荡走弱 一度逼近7.3水平 收盘定盘价暴7.2868 下跌331几点 创9个半月新低 而人民币离岸价隔夜失守7.3水平后 一度失守7.32水平 人行周二宣布 下周将在香港发行350亿两期样票 其中三个月期的规模创三年新高 分析指出 人行加码发行样票 可以通过收紧离岸人民币流动性 来提高做空人民币成本 其他货币方面 英国基本工资以创纪录速度增长 加剧了英国央行抑制通胀的压力 英镑对美元周二一度称至1.27水平 亚洲货币则普遍走弱 日元汇价持续跌至9个月新低的145水平 市场观望日本银行是否会出手干预 不过日本财务大臣表示 不会以绝对汇率水平 作为是否干预的目标 泰铢 新加坡远 印度卢比等 亚洲货币也继续承压 但越南顿 台币和韩元走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陷入债务危机的内地房地产企业 中国恒大债务重组拼图逐步出现 旗下的恒大汽车将获得 总部在迪拜的汽车企业的入股 另外 面对年内有大量债务到期的 碧桂园 计划将其中 一直在9月到期兑付的境内债 展期三年分7期来兑付 中国恒大集团表示 公司控股股东许家印 恒大新能源汽车和迪拜纽顿集团 达成协议 恒大汽车将把价值 接近209亿港元的相关贷款 以每股3.84港元的转换价 转换为超过54亿股新股份 占扩大后股份的33.41% 认购价比上周五收盘价 有1.58倍的溢价 在完成债转股之后 迪拜纽顿集团将已接近39亿港元 入股恒大汽车27.5%的股份 将以预料 在2023年第四季完成之后 中国恒大持有恒大汽车的比例 将会摊薄至不足47% 恒大汽车将不再为集团非全资附属公司 恒大汽车财务业绩 也不在集团业绩内综合入账 纽顿集团前身 是总部位于天津的电动车出创 爱康尼克 原本要在2019年量产的计划 未能实现 创办人吴南 其后把公司更名为纽顿 并把总部迁往迪拜 另外 彭博社和路透社报道 大型房地产开发民企碧桂园 计划将一支9月2号到期的 募债券展期三年 以期期方式兑付 报道指 这支债券是在2016年非公开发行 初始规模58.3亿元 票面利益5.65例 年期为5年加2年 公司初步计划 在债券到期后的首三个月 每月兑付2%的本金 余下9成4的本金将会在1年至3年后 分期兑付 内地媒体引述有关债券持有人指 碧桂园有提供增进措施 包括以福建 山东和江苏的 项目公司股权质押 但碧桂园未有回应传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日本第二季经济在强劲出口 和大量游客到访下 连续第三个季度录得正增长 增幅更是两年多以来的最快 日本内阁府公布 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按年上升6% 好过市场预期的3.1% 增幅也比一季度修正后的3.7% 有所加快 创出了2020年第四季以来的最高 在汽车出口和入境旅游业 强劲复苏的带动下 出口按年增长3.2% 相当于为经济贡献了1.8个百分点 不过受到食品和电器价格上涨的影响 占经济表现超过一半的民间消费 按计下降了0.5% 是三个季度以来首次下跌 分析师担心 出口驱动的增长势头不太可能持续 对维持拉动日本经济的作用有限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